可爱的观众 在上一届剧情中我们了解到 在每一年的某一天 凯文无论有多么重要的事情 都会选择在月球上的某个区域 坐上一整天 这个习惯其实源于他和梅博士的约定 在前文明 梅已经预测到了中烟绿者的攻击 可能会产生世界炮 而那些世界炮中 大概率也会有另一个梅存在 世界炮的空间和本真世界的空间 有一种对应关系 天安娜修复断桥时 本真世界的优兰大尔 在断桥附近有所感应 就源于这种对应关系 所以只要在约定的这一天 凯文和梅都站在各自世界 那个约定的地点 那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重逢了 但世界炮的梅 并不满足于这种重逢 他明白这是一个世界炮 也明白这个世界炮 40天后会自行消亡 他虽然配合了本真世界的梅 与世界蛇一起进行了 圣衡计划的布局 但最后他选择了背叛世界 提前让世界炮和本真世界融合了 因为这一天 就是凯文和他约定的时间 在融合结束之前 他有一定几率见到凯文 这种几率近乎为零 梅博士对主角团隐瞒了事实 并不是让世界炮回到叙述车 就能顺势接回叙述之术 由于这个世界炮缺少可用的锚点 世界炮会直接和本真世界融合 而不是变为新的平行世界 但梅博士最终还是提前引到主角团 让世界炮和叙述之术建立联系 这个建立联系的方法 就是用空之律者的力量 去攻打叙述神骸 其结果就是 那位被无数追随者 示弱神明的梅博士 最终随着世界炮融合的加剧 不复存在 而普罗米修斯 被梅博士这样的行为触动 他似乎正逐渐 由一个AI变为感性的生命 想要把世界炮中 梅的做法告诉凯文 普罗米修斯想让凯文知道 你愿意为之背叛世界的人 也同样能为你做到相同的事情 背叛自己所在的世界 正因为那是凯文必定会做的事 所以此刻的我 才有同样如此的必要 自从当初的我 选择接受那个笨拙 但诚挚的男孩以来 我们之间的感情对他来说 就从来都不公平 我要穷尽世间的真理 我要带领大家向崩坏宣展 到头来 我们属于彼此的时间 可谓少而又少 既然在本征世界 已经有一个我扮演了 绝对理性的存在 那就也让我 试着为那个孤独的男孩 去做些什么吧 幸运的是 普罗米修斯因为雨兔的出现 得救了 雨兔将普罗米修斯的意识 转路到了肾痕之中 普罗米修斯得以存活下来 而梅博士和普罗米修斯不一样 这样的转路 会让梅博士失去自我 所以最后 梅博士应该是没人见到凯文的 如果凯文这边 也没有察觉到梅博士的所作所为 那么我个人还是希望 普罗米修斯最终能将这一切告诉凯文 让他感受到 没渴望见他的心情 让他在温暖的爱意中羡慕 接下来说一下雨兔 大家期待已久的雨兔 终于露面了 他的气质 不像是已经逝去的塞西利亚 和塞西利亚 共用一个配音演员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因为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人类名字 叫做米斯特林沙利亚特 这说明雨兔和沙利亚特家 有着深厚的渊源 而在和胡狼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是上一文明纪元的成果 创造了雨兔 雨兔既是圣痕 又是人类 虽然这个描述依然很模糊 但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出 雨兔确实不是塞西利亚 它是被创造出来的生命 塞西利亚不能上见 但披着塞西利亚皮的角色可以上见 四季角色这一块 属实是被编剧完会了 那么关于梅和雨兔的设定 就聊到这里 看完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剧情解读再会 拜拜